提到就是说刚刚还有几个问题 包含就是说呢 那我除了要插入空白列之外 我希望列高高一点 那多高 大概50好了 50多少 你们可以自己再稍微调一下 50的话有没有 这边有个列高高度大概50 比如讲大概 因为这个要刚好调到50很困难 所以大概就差不多这样子 高度 如果呢我今天希望把这个程式写进去 并且再来就是说清除 它的插入的那一列 的那个什么呢 字的颜色跟那个 底色把它恢复成 原来的状态的话 那好像前面有一个叫清除格 我们之前不是有写过一个程式 程式的话是全部清除 那只是说要把它改成那一列 那一列的那个范围清除的话 那我应该怎么把程式做改写 我先demo一下 插入空白列 再加上列高 有没有列高大概50 然后并且呢把它原来的格式清掉 那删除空白列跟刚刚一样 大概长这样子 OK 这样子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我们要的效果 那怎么加上去 接下来的话呢 列高调整很简单 其实 只要再加上什么 加上一行叙述 叫Row 这一列的这个 第几列 里面有个属性叫Row High 这个Row High的话就是 顾名思义 就是那个列的高度 那你只要给它一个数字 比如我刚刚讲过 大概50啦 不过如果你觉得50不够高的话 你可以再设高一点 有没有这个其实可以自己再调整一下 OK 这第1个 那第2个的话呢就是说呢 我要清除 那个 格式的话 清除格式的话 我们 前面其实有写过还原格式 而且我讲过我可以用Range 那如果Range的话 顾名思义就是说 那我是不是说 我把假设我这边 删除空白列 然后如果今天呢 假如说我插入一列之后 我希望把那一列的格式给拿 当然我这个先把它拿掉 假如原来是长这样 它会变这样 底下都 那所以呢理论上 我应该怎么写 其实我跟各位讲 以后如果说有类似要清除格式的话 其实你都可以拿这两行来改 那只是说改的话要改哪个地方 特别注意 将来我插入那一列的话 其实它的变数是I OK 可是你会想说这个是A2到L32 所以呢其实理论上就是 把A2的2改成I 把L32也改成I 因为其实它是 从A 比如说如果你插入是A3好了 应该是A3到L3 有没有 所以也就是说你其实只要怎么样 把之前写过还原格式这两行 Ctrl C 然后呢把它贴到底下这个地方来 我的习惯是这样 贴过来 贴过来之后按Tab键 因为它 它基本上 应该还在下一阶 所以你把这两行贴过来就按个Tab键 选取按Tab 然后再来的话呢 记得 把A2 改成I L32也是改成I 那特别注意啦 改的方法前面有讲过啦 A2 2记得选起来之后 我建议是背口穴 双一号两个 你们还记得吧 移到中间 M的两个 移到中间 再加个I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把M的前后加空白 那剩下来 比较简单就是 你可以把这个复制一下 贴到下面的这个2就可以了 把它盖过去 这个OK 那32的部分 其实我前面好像跟各位讲过 如果它刚好32的右边 刚好就是 一个 双引号 表示说它是这个文字的尾巴的话 那建议你可以这样啦 就是说你直接把三色Delete掉 后面直接加一个空一格 and 空一格I就可以了 那你想说老师为什么 他只要串这一边 那另外一边 空白 and 双引号 为什么不用加 因为他 右边没东西嘛 所以你如果再加等于多余的 OK 所以特别注意喔 如果它刚好在尾巴的话 你就写这样子 再做一次给各位看 32Delete掉 然后呢 空一格 and 空一格I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意思是说 把这个里面的 字的颜色 换回黑色 把底下的颜色 变成没有 OK 所以我先把它删掉 然后我们重新跑一下 所以这两行 其实 你可以拿前面的这两行 拿来改 那改的地方就是 A2 改成I 32把它串在右边 and I 这样就OK了 其他应该没什么好改了 所以将来 如果你假设啦 不管哪个地方 只要是需要 还原格式的话 字跟 一般说字 跟 这个底色 那大概就这两行 然后RGB就是它的颜色啦 我觉得它这样应该就还蛮够用的啦 OK好 我们来试一下 所以呢我加了这两行之后 列膏也帮我变 然后呢 底下的颜色 就帮我整个恢复了 OK 那这样基本上 最后呢 请各位就自行再加上按钮啦 所以其实里面上应该是 删除空白列 然后再插入空白列 这样就感觉OK了 不过你会发现 程式永远没有写完了一天 因为就马上就有同意说 老师你插入空白列的时候 感觉它有一个地方就是说 它那个画面好像卡卡的 有没有 老师那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不要让这个画面一直 感觉好像卡住的感觉 可不可以让它 顺畅一点 其实顺便跟各位讲一讲 如果以后 你要让画面顺畅一点 不要这样 其实你加在加一行 加在 Sub下面 就是跟他讲说 画面不要更新 那画面怎么不要更新 这个时候的话呢 其实你可以在 哪个地方 在Sub下面这一行 那你要跟谁讲 跟Excel Excel的话呢 在 VBA里面 它的物件名称叫 Application Application顾名是应用程式 指的就是Excel 所以以后你看到Application 指的就是Excel 那Excel里面 点下去之后呢 它有很多设定 其中有一个设定 就是画面 画面是 Screen 所以你打一个 S Application点 点下去之后打一个 其实会出现 Screen Updating 那Screen Updating顾名是 画面更新 如果要 不要更新的话 你就打个等号 你会发现有个True跟False True的话就是要 False就不要 那我刚刚因为我画面一直更新 感觉 卡卡的 所以如果你画面不想更新 那你就改成False 就可以 所以你会发现喔 只要加这一行 好处就是说 第一个 画面不会卡卡的 第二个有个优点 就是执行效率会变快 为什么 因为它就不管更新了 它就先跑完再说 OK所以你会发现喔 我这个删除 那刚会卡卡的 加这一行之后 有没有卡卡的 你会发现 除了不卡之外 执行效率 我好像有算过 至少好像快一倍 所以这个Screen Updating 也还蛮值得记下来的 那以后的话其实还有蛮多地方 会用到那个Application物件 OK 所以今天的话 主要就是 补充了那个万年利那一题 就是月利 那另外的话呢 最后是有把那个 我们上个礼拜年利部分讲完 那并且 插入空白列 不过年 年利有了 但月利 万年利那个地方没有 所以请各位 自己把那个程式 转移到那边去 想说老师 那函数有没有那个 插入空白列跟 删除空白列 跟各位讲没有 函数 没有办法做到 插入空白列 跟删除空白列 只有VVA 这个地方应该没办法用函数 OK 所以请各位 试着把这部分 再复习一下 然后今天影片 也把它录下来 今天会把它 传上那个 YouTube 再贴到论坛里面 所以今天的话 我们就先讲到这 下一次上课的话 我们就会再来看 第四个单元 数学函数 回去的话 也许可以再稍微看一下 像 黑名单筛选 热透彩 中奖基础统计 反正 下一次的话 我们就会 主要针对就是数学跟 统计类的 相关函数 来做练习 OK 那今天的话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OK 如果之后 假如说你有 遇到一些问题 就是上课这个题目里面 还有哪些 不懂的部分 那欢迎 各位可以在那个影片下方 再留言一下 OK 那今天的话就 先讲到这里 OK OK 好